主亲宗旗 中仗亲亲亲的才是宗旗 宗旗如果简单说 就是说 七仙不实 七恶不生 叫做宗旗 什么叫做宗旗 就是主恶无所恶 中仙奉行 宗旗 对于中主以后 凡是一切恶事不做 凡是一切仙奉会做 这样叫做宗旗 一个意思 就是说无后不断 无先不责 所以说主不做众先奉行 主正经义 是主佛教 那么这可以宗旗 心乞语都可以持 不像我们无法持 虽说不可以说 要绿口说 心来说不可以想 要一直想 那么 改讲也不说 改做也不做 那么不改做也一直做 那么这就是无法持 这个宗旗 就以仙奉来说 无后不登 无仙不修 叫做宗旗 那么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宗一切法旗 一切仪 就是说由告律来说 由告律来说 由告律来说 我们刚才说宗旗 是说由行为来说 由行为来说 我一切欧一定可以等 我一切仙可以宗旗 那么这叫宗旗 现在由法里面 由我们的宗旗 来说 佛所说的一切法 我们都可以了解 叫做 那么佛所有一切杜律 我们可以明别 这个宗旗 由宗旗来说 说佛所有的 我可以了解 佛所有的 佛所有的 我可以宗旗 这是 祖亲宗旗 所以 如果用这两种解释 就是说 由宗旗 佛所有的 佛法 我们可以宗旗 为行为上 佛教我们 主要不做 众先奉行 我们也可以宗旗 都可以宗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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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个说 如果我们是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字 那么 欢喜心路 受菩萨行的人 将来一定可以 正到无声法念 那么 可以持佛的一切法 告吏 也可以持佛的一切清淨行 等欧修仙 这样宗旗 那么简单说 我们可以联阿弥陀佛 听到佛的名字 之后 欢喜心路 好佛的心 将来 我们一定可以成佛的 可以了解一切符合 那么一切符合的 表现在我们的心求 行为当中 我们都可以去实践 不是说 像我们世界的人 我们现在 无法宗旨 也无法了解这个无声法念 所以呢 我们使用教的世界 众生就有法 就这样 那么这是听到佛的功德 对 对 对 感谢观看